女人过了35岁以后,结婚对象往往不是最爱的 一般女人自身条件不是特别优秀 过了35岁以后还没结婚,价值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低 结婚对象也往往不是最爱的,大多为了结婚而结婚 这样的女人也被称为大龄圣女 说到大龄圣女,我脑海中就跳出了四个字,宁缺勿滥 什么是宁缺勿滥,说白了就是不想将就 宁愿身边缺少个她,也不要和自己不爱或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 追求高质量的单身,但同时也享受着孤独 喜欢坚持宁缺勿滥原则的圣女其实也没错 在这个离婚率如此之高的年代,不在婚前多筛选 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的人,万一碰到渣男怎么办 所以圣女们的考虑也不无道理 但是最怕的就是圣女们择偶要求太高 曾有人对大龄圣女形容,说大龄圣女就如同吸血鬼 又要男人拿高价彩礼,又要有车有房,又要山观和,又要长得帅 还要对她专情,不背叛,人品好等等 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女人这样的要求大多都是高不成,低不就 主动剩下来的,不是被动 除此以外,女人过了35岁 从生理上来说,有的可能会绝经,不能生育 就算结婚了,也是高龄惨妇 说完生理,我们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身边跟你同龄的人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你还在单身,那么你可能会产生焦虑情绪 再加上工作,生活,父母吹婚等压力,容易患上抑郁 我身边一闺蜜就是个例子 她是宁缺无赖的大龄圣女 35岁了,有轻度抑郁症 相亲不知多少次,还是没有嫁出去 纠情原因,就是因为她大学毕业后 做女主播,天天陪很多人聊天的那种 平常特别财,圈子很小 整日为自己嫁不出去烦恼 抱怨怎么就遇不到好男人 家里人还建议她网上谈一个 说隔壁你白衣的闺女就是自己网上谈的 你做女主播认识这么多男孩 就没有合适的吗 她说网上那些男人都不靠谱 遇到渣男的概率太高了 还是想在现实中找个能过日子的好男人 但她早来早去 也没找到合适的 总觉得再等一等 就能碰到更好的或遇到真爱 可年龄让她等不下去了 以前她要求男方长得帅 有车有房有工作 对父母孝顺人品好 现在她去掉前面两个 只要对父母孝顺人品好 年龄不相上下就可以 要求都降到这样了 按说应该很好嫁人 但是人家男方开始挑她身上的问题 说她都35岁还没嫁人 反问她心理健康吗 有没有遗传病 还能生孩子吗 如果不能生孩子 倒贴也不要 气得她扭头就肿 从此不愿意相亲了 可以说30岁之前 一直是她太挑别人 现在35岁了 轮到别人挑她了 眼看她年龄越来越大 想结婚就只能将就 和不爱的人在一起 思前想后 她选择了做不婚族 自己过 总结 无论男女只要错过了 最佳的结婚年龄 并且自身失去了竞争力 都很被动 写在最后的话 栓结婚是大死 但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男女经济独立的很多 思想看法和需求各不相同 婚姻也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了 反观那些选择单身 不婚的人 无论条件怎样 但愿你到老了 不会感到后悔 还有 女人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俗话说 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只有该结婚的感情 婚姻应该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 没有感情的婚姻 就像一盘散沙 很容易被风吹散 母亲 母亲